两个快评 一起评 一起译 今天衰冰是来到了国台办新闻发布会的现场 就在刚刚国台办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出台了 农林22条措施 我想这应该会让台湾同胞为之振奋 农林22条措施当中围绕台胞台企 在农业林业领域发展涉及的农地林地使用 融资便利和资金支持 投资经营 研发创新 开拓 内销 市场等方面 都是提出了具体支持的措施 那我手里面现在拿到的就是措施的全文 率兵总结起来可以说是内容丰富 干货满满 诚意十足 那如果您要是问我说 对22条措施当中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用四个字就可以总结 那就是同等代理 因为咱们两岸一家亲两岸都是一家人 对于家人当然要在各领域政策的制定当中 突破现有的制度障碍 最大的限度为台胞台企提供同等的待遇 就像服务大陆同胞那样 服务台湾同胞 反观对岸的民进党当局 当他们还在利用农业话题 攫取自身政治利益的时候 大陆方面却在用实际行动来告诉台湾同胞 谁最爱台湾 谁最关心台湾 谁又最希望广大台湾农民过得更好 谁又最有能力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 功在当代 力在千秋 两岸同胞 我们一起加油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